民航处去年启用新空管系统之后多次传出有问题 全真社报道 民航处今年起采取新措施 每两个星期轮流重启新空管中心及指挥塔的工作席 以防运作缓慢或者死机 但是这个做法并没有对外公布 全真社取得一份由民航处定定的系统重启时间表 显示共有53台工作席 要每两个星期轮流重启 部分工作席更加要每个星期重启 重启安排在凌晨零时至早上七时 较少航机升降的非凡忘时段 至于两个纸系统 电子纸条系统及底缸航机排序系统 要由工程人员每小时人手检查 如果发现伺服器的液体 超过指定容量或者没有反应 就要通报常级 并且重启示服器 工序需时大概15分钟 有学者接受全真社访问时 形容民航处做法不合理 是否一个好的系统应该有出现的情况呢 空管系统 这么大型的系统 亦都要长时间 需要预备好 要去操作 要常常重新启动 会有一个移民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且系统这么贵 是不是要用这么人工 这么原始的方法去做 民航处回复全真社查询指 会按国际惯例 承办商建议等 进行定期维护程序 因此航班运作及航空安全不会受影响 香港电台记者冯出闻报道